我们问一下观青老师 新年开工要怎么办 能够让我们裁员滚滚 接上这个裁员的这个WiFi 针对2022年虎年 老师有提供几个 非常适合我们开工的好日子 大年初六还有初十还有十三 这三天 那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 就会觉得说 这三天我刚好碰到有事情 没有办法来开工怎么办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新的农民历上 我们只要避开 就是一些不好的一些日子 或是说会冲犯到 这个负责人 会冲犯到我们自己 当事人生肖的日子 我们就把它避开 那这时候避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选择一个对的时间 在一个好的时间来开工 相信说我们在祈求来年的业绩 事业方面都可以更顺利 那这个财神也会特别眷顾我们 那另外就是说 那到底我们开工 拜一拜的对象 是要拜什么 这边就很重要了 我们在开工 拜一拜的这个对象 就是地基主 还有我们的五路财神 还有我们的土地工 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开工的时候 第一地基主 他等于是护守我们的这个房屋的守护神 他就帮助我们事业健康方面 还有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伙伴 我们的合伙人啊 我们的员工等等 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助力 等于对神我们也是要贿赂 当然拜地基主的时候呢 最好一定要有这个书纹 这个书纹非常重要 因为这书纹呢 我要跟我妈讲 我们拜了一辈子都没有书纹 要写上我们的名字 地基主之后呢 这一张是要烧化掉的 那烧化完之后 跟着金子烧吗 对 跟着金子烧化掉 那烧化完之后呢 就可以请这个地基主 护持我们的这个财气可以具足 那远离这个小人的迫害 然后也让我们在工作事业财运上 可以得到好的一个发展 还有就是我们要准备这个 其实我们在开工的时候 这一张就是非常重要了 五路财神经 当然我们最终还是里面 现象就要烧书状耶 对 本来就是你汇款 本来就要写汇款单啊 要丙明 最好是盖个手印 那是更完整的 好 更完整的 所以我们在五路财神 烧化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多一个 五路财神的招财符 对 五路财神代表 东南西北中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管在各方 东南西北 往哪个方向走呢 我们都希望可以 招引各路的贵人 来帮助我们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 受到五路财神 对我们的一个保佑 跟辟印嘛 可以让我们其实受到这个 事业 工作 还有财运的一个顺利 广招财运 这是大家最想要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土地工 在开工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是要祭拜这个土地工 土地工呢 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 如果呢我们可以 加上这个 全年赚大钱的彩金 然后加上我们可以帮 这个自己也准备这个 五方聚财的这个元宝 这超美的 这都现在才出来的啊 现在比较精美 以前对啊 自己手工折 折都歪七扭八了 以前人烧就好了 还要这么漂亮 所以它具足的 现在就是比较完整版 那这个元宝烧化之后呢 当然可以为我们指引 各路的招财贵人 然后呢来帮助我们呢 在这个遇到贵人提息 就像孙总提息 这些过去的 我们这一些的艺人一样 然后也可以步步高升 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在烧化了 土地工精子啦 还有五路财神精子啦 还有这个土地工的精子 那以上呢 我们一定要具备一个 就是还有一个红色的这个春联 春联上呢记得 不管是一些写好话的啦 还是开工大吉都好 背后我们就行写上负责人 比如孙总你的名字 春联下面还要署名喔 对 最好是这样子 好 公司名称 然后弟子 然后这个人的出生一月日时 最好写好之后 就是我们自己写好 然后要拜 是不是我们会有准备 开工拜拜的桌子 对不对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春联 秘密写好的 当然就放在供桌上 那这时候呢 我们接着开始怎么样 开始招我们的这个公司行号啦 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店家的员工 一起要做团拜 都是主管嘛 对 要团拜 那团拜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先点箱 那负责人啊 或是最高主管 他要带着大家 禀报这个书文 那禀报书文 等着这个箱 大概过了大概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烧这些金子了 那这边要大家注意看喔 我们烧金子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个火那么旺 对不对 有些是真的 它那个火 突然就是非常突然之间 这样子往旁边拓了 那代表说我们在来年业绩 一定旺旺赚大钱 对 那等烧化金子完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桌上贡品的这个酒水 顺着这个金炉旁边 对 顺一圈 然后呢会留一点点 在金炉里面撒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要请这个土地公 还有五路财神来领养 来这个领收这些这个贡品 那最后等我们这个 请他们来领收金钱之后 我们最后会将这个 刚刚写这个名字啦 春莲啊 好话啦 好 在这一张呢 我们把它顺着这个金炉 让它过三圈顺一下 然后感觉这个气顺一下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 开工大吉的春联 把它贴在我们的大门门口 或是公司的内部 象征帮我们守护一整年 那最后呢 像有些人他会比较周全 就会在买个鞭炮 现在就是看你的居家环境的 一个状态 我们买个环保炮呢 就是呢引起五路常选 我现在都用音响 也可以 很环保 真的很环保 那这个就是 鞭炮代表火还有气 代表说希望我们的业绩来年呢 抢抢棍 很火红 也代表说这个材气 可以凝聚住的 这个材气是把它凝聚好的 不会跑掉 好 那以上呢就是 关键老师提供的开工小秘法 我今天问一下张上书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不要讲当年 当年已经过去了 今年 2022年 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 可以买豪宅 念公园 住八楼 哇 你看刚刚讲的 其实邵伟他们那时候是年轻 限制了想象 对吧 但是我们来看 2022年 淫宫 我一看到孙总这张命牌 你看他的命宫 有没有看到 连针天象 是 这真的是一个快意 恩仇的命盘 就是有仇报仇没仇 练生理 对 所以我问过余美人 我把我以前的过爱都在减少 包括经典唱片找我出门 小猪的事情 我说 哪一个小猪 罗志祥 对 我说 美人啊 哥哥会不会在变态啊 都在报仇 他说不 你在减低心理的挂 好好好 他好棒喔 对啊 美人姐好棒喔 是喔 来 是 所以你看这张命牌 我们说立志要当有钱人 对不对 但明年的赢年 赢工 你看那个赢工的位置 赢工 不是那个赢 赢和玄工 你看这个 就在他的财博工 是 还只为天府 所以我还会赚钱 所以你可以看这张命盘 这个财博工本身 就已经是个发财命了 对不对 然后明年2022 我已经放弃六千万了 连电 再见 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有魄力 对不对 但我们先看了 第一个 不是你 贪狼加上火星 这两颗星 其实了解紫薇斗数的人都知道 这两颗星 所谓的主爆发格 爆复格 对不对 明年2022年 碰到贪狼火星的朋友 这时候就要去注意了 就像刚刚讲 孙总的17块丢掉 你一把他接过来 就变了六七十块了 这差别很大了 对吧 可是这时候 为什么贪狼火星会主爆富呢 其实有的时候 穿鞋的打不过赤脚的 贪狼火星 这时候越是穷 越是走到绝境的时候 敢搏那一把 他反而爆富 所以不是每个贪狼火星 都能爆富 我很敢赌 对 这是你这张命盘 但我刚刚讲的是 走到贪狼火星 这个命格的人 是 第二个 子为天府 是 刚好中 你看我们孙总 你明年的子为天府 而且又是你的财博功 就是我不要钱 他也会记得 对 意思是说 请你健康的多留两年 还能赚钱 其实我们看命盘 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像他这个财博功 子为天府 忘得不得了 对不对 可是在子为命盘里面 财博功的隔壁就是 疾恶功 就是健康 所以有了钱之后开始 花钱就买健康了 为什么 因为年轻的时候 不会觉得健康多重要 那时候是拿命去博 对 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时间点 由不得你了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 子为天府 明年是发财年 可是发财年的同时 如果今天你是30岁的子为天府 跟你60岁子为天府 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刚刚讲的 他现在在减少 他心里的挂碍了 对 跟年轻的时候 发财我要更多 所以不要以为子府就一定赚 你这时候一贪了 反而翻船 赚了钱就要收 所以你说我把6千万不要了 可能会来1亿2 是的 所以其实这就是所谓的 可能会来1亿2的精神粮食 对 接受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明年的子为虽然是画权的 可是舞曲是画记的 这时候就是要借贪 我赚到OK可以了 满足了 刚讲 你那时候贪了 反而可能把赚的全部 又一次回去了 那再来第一名的是天良心 天良在2022年是画露的 但是天良这颗心 相对来看比较保守谨慎 所以当它画露的时候 是不是这时候 就要让自己行动要积极一点 比如说 我一支很积极 我没说到你 你刚才收服都要去做 讲到这个你真的是积极 对 我超积极 有余面对 乐观面对 可是这也就是他的本命 连针天相 我这张命盘 本质上来看就是信自己 所以我们讲 从命盘的角度出发 各位 我们马上 搬回去给孙总了 因为美光灯一定要在他身上的 我这边赶快结束 但是各位中奖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 营工的好机会 所以年轻一点的 就是赚现金 年纪大一点的 就是赚舒坦 你在说什么 我还年轻 是 所以又有现金又舒坦